要发现一个人有没有说谎 大多人会认为 首先观察的是脸部眼睛 但就因为脸部是人们最常注意到的地方 所以人们想演示也会从脸部表情开始着手 人们常说眼睛不会说谎 其实脚才是 嗨大家好 我是Holly 我相信大家看了上集 解读脸部微表情后 很多人会对这类解读 非语言背后意识内容感兴趣吧 那今天就进一步讲讲 比起微表情 更能看穿内心真实讯息的肢体动作 我相信对肢体语言感兴趣的朋友 应该都看过这本 由30年资历的美国FBI 乔·纳瓦罗所写的FBI教你读心书吧 里面分析了各种肢体动作的含义及原理 那今天就来分享一些书中有趣的案例和分析给大家吧 让你一次了解这些肢体语言背后的意思 喜欢这类生活及心理学分享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好了的话我们开始吧 所谓肢体语言和口说语言一样 都是能传递讯息的一种方法 口说语言是一种主动的传递方式 而肢体语言则是一种被动的传递方式 举例说 一个人向另一个来索取东西的时候 口头告诉对方 请给我这个东西 或我需要这个东西 在说话的同时 会发现手会无意做出向前伸的动作 而这个动作并非故意做的 而是下意识的反射动作 就很像一个人在讲电话的时候 为什么明明对方看不到仍然还要比手挂脚呢 原因是我们大脑里有个叫边缘系统的结构 里面包含着掌管情绪的心人体 和掌管记忆的海马回 当然受到某种刺激后 边缘系统会做出相应的反射动作 因此往往这些动作都是反映着人们最真实的心理感受 我们说出的话可以用意识来控制 而肢体语言是下一次无意识做出的真实反应 这就说明肢体语言会比我们口说的还要来得诚实 谈话中观察肢体动作 就很可能理解这个人内心真正的想法 而在书中提到 非语言行为大约占了所有人际沟通的60%到65% 就算你不是FBI、侦探、警察 看懂肢体语言 都对你的友情、爱情、家庭、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很多人认为观察肢体语言是先从眼睛开始 其实脚才是最容易看出破绽的地方 这和人的原始求生机制有关 在远古的时候 当人类遇到危险的时候 脚比任何部位都还要快做出 禁止、淘宝、战斗的反应 所以我们可以先从脚开始观察 第一,脚的方向 我们通常会面对我们喜欢或倾向的事物 假设你先找一个人或一组人来聊天 当你上前打招呼的时候 想知道他们是否欢迎你加入 可以观察他们的脚 他们是整个人转向你呢? 还是只有身体或头转向你? 如果只有身体或头转向你 那表示他们只是礼貌地回应一下你 事实上并不想和你继续聊下去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人 不管是站着或坐着 交谈中脚的方向是朝向门口的 这时的意思是 我想离开的信号 当然不一定都是因为不想和你继续聊 有时只是他在赶时间或有事情要离开一下 有一次坐着 乔纳瓦罗和他一位客户谈了5个小时 他突然发现客户的脚呈现一前一后 和身体往前倾 就像要站起来的姿势 乔探员便问客户 你是不是有事要离开 客户回答 是的,我并不想不礼貌 但是我需要打个5分钟的电话 虽然客户交谈中一点也没有表现不耐烦 但是脚却暗示了乔纳瓦罗这些信号 所以当你发现一个人身体向前倾 手按在膝盖上 脚呈现一前一后 这是准备站起来的动作 看到这些动作 那就表示不要再拖延了 要快点结束这段对话 第二,脚的摆动 脚在上下摆动 类似敲打节奏 表示一个人高兴 或是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一般上脚尖抬起这是一种对抗地心引力的现象 表示快乐与业 这就和一个人高兴时蹦蹦跳跳一样 当然有些时候脚被坐着遮住了 我们也不会弯下身探头看 这不礼貌嘛 那这时我们可以观察人的肩膀 一般脚在摆动的时候 肩膀或衣服也会跟着抖动的现象 而我们可以注意这些地方 不过要注意的是 在我们观察所有肢体员时 很多时候我们也要考虑环境的因素和个人等其他因素 详细的准则后面会提到 就像抖脚 有人天生就有脚过敏的情况 或是本来就有抖脚的习惯 这些都不是因为开心或紧张所导致的 如果盲目了下结论反而容易造成误判 关于抖脚也要注意抖动的频率和多长时间摆动一下 或抖动的频率大幅增加 有时只是不耐烦的表现 或想事情加速的反应 也要观察当时环境的因素 像是等待下课前的学生也会有这种反应 第三 双腿大开 双腿张开战力不只是让我们站得更稳 也是一种占有领地的表现 这是一种进逃战中的战斗反应 也就是当人感到威胁时 占有领地是其中的一种宣示自己地位的信号 这些可以在政治人士、老板、上司中发现 他们的脚通常是大开的 这表明一种地位的宣示 所以当两个人坐着谈话时 如果对方的脚突然从并合变成大开 那就要注意谈话内容是否冒犯到对方了 而乔探员也建议 如果两人谈话不愉快时 脚稍作合并可以让情况得以缓解 让对方觉得你攻击性没有那么强 第四 脚交叉 脚交叉是谈话中感到舒适和自信的表现 因为脚交叉这个动作会大大降低人体的平衡 如果遇到危险要逃跑时会变得困难 因此交叉腿是只有人在自在或自信的时候才会做出的动作 就比如一个人在电梯里自在的交叉腿 但当有陌生人进来时 他立马会恢复回双腿站稳的状态 这是边缘系统的反射动作 告知前方有位置出现要准备待命 当然同样所以这些动作也要理解个人及环境等因素 乔探员就提到有些犯人因为要假装轻松 因此会故意双脚交叉靠着墙上 这时没经验的菌员就会以为他们是无辜的 但在他综合其他暗示来判断 这只是犯人假装镇定而已 好 看完腿我们了解一下身体又是怎么透露讯息的 身距里包含各种活着必要的器官 包括心脏 肺 消化系统等 如果没有保护 它们都是非常脆弱的部位 而人下意识出现的保护动作 基本分为三种 背对 拉开距离 和遮挡 就像前面说的 当一个人不喜欢或感到威胁时 人们通常会选择侧身或背对他们 但我们都知道 侧身或背对他人说话是个不礼貌的行为 因此身体的距离就是一个信号 当人们感到不喜欢互威胁时 身体会下意识往后倾斜 就像是闪躲什么东西一样 不过 如果情况无法或不能做出拉开的动作 这时身体就会选择做出阻挡的行为 遮挡的东西可以是生前某样物品 或是直接用手做屏障 女性一般会双手交叉放在腹部前 或是将一只手臂放在胸前 然后另一只手抓住这只手的手肘 这是一种消除紧张不安的保护和安抚动作 如果谈话中发现这类动作 那很可能是不自在的信号 在学校开学的前一段时间 可能发现一些女生会常常将笔记本抱在胸前 随着时间长了 对环境和人的熟悉度增加后 会发现他们也会把笔记本放在身体的一侧 表示没有了开学时那种不自在的感觉 而男性可能不想被人发现 通常他们的保护动作是比较细微的 比如整理衣袖 摸手表 伸出手去拿东西 这也是让手臂护住胸前的动作 不过再次提醒 也要与环境等因素一起解读 而反过来说 如果喜欢某一个人 就会做和这三种相反的动作 这个可以在男女约会的时候看到 如果双方都彼此喜欢 会下意识地把前方的东西挪开 更愿意地把自己身体前面坦入给对方 说明我和你之间不需要间隔 同时身体也会不自觉地向前倾 另外还可以注意到对方的动作 是否每当你做出一个动作后 他也会不自觉做出类似的动作 一方做出摸脸 另一方也做出摸脸 一方笑 另一方也会笑 这是一种镜像效应 同步动作是心理自在与和谐的迹象 人们会觉得与自己类似的人更有魅力 更容易被与自己相似的人所吸引 第六 手的摆放 刚才也提到 对抗地心引力的动作 通常都是表示开心情绪 一个人手往高抬 无疑是高兴 表示他正在处于正向情绪 因为手往下垂 贴紧身体 是一种保护自己的信号 表示感到不安 心情不好 如果在小孩身上发现这种 常依置手臂的举动 那就要注意了 很可能是受到虐待的信号 乔探员曾经在一家游泳馆 发现这个信号 游泳馆里有一位女孩的举动 引起了乔探员的注意 女孩平时表现外向 但每次母亲在场时 女孩的双手动作就会变得很少 于是乔探员仔细地观察 发现女孩的手臂内侧有余青的迹象 乔探员马上告诉了这里的主管 结果不出乔探员的预料 女孩经常遭到母亲的虐待 一个人用手擦鼻子 摸脸颊 脖子 下巴 或是头发 并不表示一个人在说谎 这些举动都是一种安抚动作 常常会出现在人紧张不安的时候 因为安抚动作会使体内 释放一种叫脑内飞的荷尔蒙 达到缓解紧张压力等情绪 当然 尽管安抚动作会出现在紧张不安时 但也不能排除撒谎的可能性 因为有句话说 紧张的人不一定说谎 但说谎的人一定紧张 第八 抱胸 抱胸有很多意思 就算是前面说的 可以是一种隔开保护的作用 可以是抱住自己的安抚行为 又或是表示他感到冷了 不过 抱胸有些时候的确是这个人感到冷 但这也不能排除紧张不安的情绪 乔探员表示 当人不安的时候 身体会为了战斗或逃跑准备 血液会流到脚步 增加腿肌肉的运动能量 因此当血液远离皮肤表面时 我们就会感觉到冷了 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紧张不安的时候 颜色都会比较苍白 还有 如果在餐桌上吵架时 其实来很容易就会没胃口 这是因为消化系统也获得比平时少的血液 而感到不舒服 这是血液都优先流到了脚步 以便快速做出战斗逃跑的行为 第九 触碰 要想知道一个人是否讨厌我们 可以根据触碰的情况来看 通常人们喜欢某个人时 触碰是典型的示好表现 触碰是表示接受的信号 因为谁也不会愿意去碰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就像热恋的情侣一样 两人越喜欢对方 接触得越亲密 反之 冷战的时候 越是把手收起来 反过来说 礼貌的触碰对方 像是窝手 击掌 轻拍 拥抱 也可以让他人感受到你的友好 当然尽管是礼貌的触碰 由于每个人内心标准不同 所以触碰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的最佳示好方式 那这时我们可以试着展入手掌 因为与别人交流的时候 我们总是希望看到他人的手 当一个人把手隐藏起来时 双方交流的时候 也许就不会那么愉快 因为手是可以做出攻击性的部位 像是握武器 器具等 展入双手是一种表示 我对你没有任何隐藏的信号 约会中 女生有时会把玩她的头发 如果不是手背 而是手腕内侧朝向对方的话 表示这女生对你是有兴趣的 这和许多人抽烟时 手腕内侧朝向对方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想要拉近关系 谈话中就不要把手藏起来咯 好 剩下的脸部上集已有微表情分析了 想了解的可以点右上角的资讯卡看看咯 最后要注意的是 在判读这些肢体语言时 也要考虑一个人的基准行为 也就是了解这个人 哪些动作是平时放松状态时会做出的行为 哪些是特殊动作 同时也要了解当时的环境背景有没有影响 在观察的时候最好是多注意几个暗示 更多注意什么时候是真的 什么时候是装出来的 但最后还要强调一下 了解肢体语言并不是要拆穿谎言 而是理解当下传递的讯息 让我们能更了解身边的人事物 乔探员也表示 即使像他这样资深的FBI探员 成功从肢体语言中破解谎言的几率 也只有50%而已 等等先别急着关掉 这里还有三个上期有趣的留言可以看哦 有可能你就被选中 当然旁边也有两个你也可能会喜欢的影片 不妨可以点进去看看 觉得这期影片不错的话 离开前集的先点个赞 也可以分享这些有趣的知识给家人朋友 按下订阅小铃铛 下集有新的影片就会通知你咯 我是阿伟 感谢观看下集见